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这个时候绿罗辨识的选择呢 它可以增加室内的阳气 使人变得更加精神 四 正确摆放提升灵性 在家中正确摆放绿罗能够帮助人提升灵性 领物力等 还可绿罗激发更多的能量 倘若在卧室中适当的位置摆放一盆五层式去夜路梗的绿罗 能够有效地提升卧室主人的事业运和财运哦 五 摆放文昌位有助于事业 将绿罗摆放在流年文昌位 有助于事业学业的发展 绿罗摆在酒子喜庆位上 可有助于喜庆喜是姻缘 家庭幸福和乐 绿罗放在书桌或办公桌旁 也能够使人急望开孕 事业蒸蒸日上 总而言之 只要将绿罗摆在家中合适的位置 就能够带来好孕 六 摆放在冰箱上可以化气 绿罗摆放在冰箱上方 厨房等地 可以化解不好的煞气 放在梁下柱旁 有利于化解梁柱形煞 放置在楼梯间 可具流动煞气 将绿罗摆悬挂在大门内 或外门边 或是大门左右两侧 是大大有助于望家运的哦 还可以将绿罗放在大门的客厅对角处 也就是风水中的财位 可以吸纳财运 其绿罗下垂财运不佳 从风水的角度来看 绿罗也是一种寓意很好的风水滤菊 绿罗的叶片常年都是绿色的 养护一盆绿罗在家里 可以净化空气 还可以忘财 如果发现绿罗下垂 一定要及时挽救 否则家中财运可能会被影响 从而起到破财的作用 八 绿罗爬满室内影响运势 很多人觉得 绿罗的藤蔓爬满室内比较好看 确实 藤蔓类植物爬满室内精致好看 但是绿罗是典型的阴性植物 从风水的角度来说 它是阴气植物 如果过于茂盛的话会影响到家里的运势 二 家里养绿罗的坏处 一 绿罗有毒 绿罗的枝叶是带有一定毒性的 寻常人碰到可能只是会觉得 接触液体部位刺痛 红肿 恶心的 以过敏体质的人接触 有可能会呼吸困难 所以在日常接触 养护绿罗的时候 需要注意不要碰到它的枝叶 一般情况下碰到叶子和根筋是没关系的 不需要弹毒变色 二 绿罗增强氧气 这个说法一般是在卧室内养绿罗的时候会被提起 绿罗是种强光合作用的植物 白天吸收二氧化碳排除氧气 但是到了晚上就相反 吸收氧气排除二氧化碳 大家都知道 我们一般都是在网上在卧室待的时间最久 如果室内处于封闭的状态 自然就形成了绿罗 和我们争强氧气的状态 这还可能会影响我们的睡眠质量 所以为了避免这种情况 绿罗就不要大量在卧室里养着了 三 绿罗招鬼 有种说法是绿罗招鬼 甚至有一颗绿罗 能招七个鬼的说法 这个说法可能起源于 绿罗是洗半阴植物 在阴凉的位置能生长得很好 其实绿罗 想要真正的长得健康 还是需要每天给点光照的 所以这个说法不用太在意 四 绿罗招小人 惹烂桃花 因为绿罗是藤蔓之物 能够围绕着周围的墙体 或柱子攀爬生长 如果攀爬的位置 在风水学上的名才位 入门位置一客厅的斜队角 就被认为是招小人纠缠 惹来烂桃花 这时候的绿罗墙虽然漂亮 但是寓意就不那么吉利了 三 家里养绿罗的好处 一 住院 将绿罗摆在写字台 或者是办公桌子旁 在风水学上 可以使人急望住院 工作蒸蒸日上 因此许多公司办公室里边 都能够见到绿罗的盆栽 在风水学上 将绿罗摆放在岁月文昌位 可以有利于客业的发展趋势 摆放在酒子喜气位上 则有利于婚圆大喜事 家庭幸福 二 开孕化上 绿罗四季 长绿植物 叶子肥大 不仅进化室内空气 还能够吸出油渍和空气中的有害物 拥有化鞋的功效 餐厅厨房和卫生间 是家里边 屋竹最重要的地区 我们可以将绿罗放到餐厅厨房和卫生间里边 解决家里的鞋器和煤气 三 旺财 在居家风水中 绿罗不仅拥有 清理定居自然环境的功效 也有着旺财驻运之功 在家里的东南方向放置一盆绿罗 那样有利于招财纳福 在风水学上 东南方向 一般是家里木形的旺财即位 因此 能够将这蜀精的物件移走 可置放包含蜀水的 暗蓝色和蜀木的翠绿色系列的产品物件 加强动能颜色 因此 在东南方向放置一盆绿罗 有利于住房 招财尽宝 四 绿罗适合摆放在家里哪些地方 一 饭厅 有比较有格调的餐厅或咖啡厅就餐时 我们常常会发现 店主用绿罗 作为装饰或隔断 这里面可大有文章 绿罗不仅能够进化餐厅空气 意味 更能让顾客用餐时心情放松 胃口大开 在家里的饭厅和餐桌上 放上一盆绿罗 可谓袖色可餐 相得益彰 二 客厅 绿罗适合放着鱼 在家人接触最多的地方 客厅电视旁边和客厅的桌子上 都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根筋细软 叶片焦修 在家具的柜顶上 高置套盆 任其慢筋从容下垂 或在慢筋垂掉过后 圈掉成圆环 脆如脆色浮雕 这样既充分利用了空间 净化了空气 又为呆板的柜面增加了线条活泼 色彩明快的绿饰 极腹生机 给居室平添 融融情趣 三 卧室 卧室是供人们睡眠于休息的场所 也营造优美宁静的氛围 可以放置绿罗这种体积小 清秀优雅的植物 绿罗能够有效吸收空气中的甲醛 本和三绿乙锡等有害集体 是有效的空气净化剂 将绿罗放在卧室 能净化空气 有利于身体健康 而且 绿罗还有守望幸福的含义 将绿罗放在卧室 有利于夫妻和睦 四 书房 书房是大家学习和工作的地方 一般都比较严肃呆板 将绿罗放置在书房 为呆板的环境增添了线条活泼 色彩明快的绿饰富有生机 给大家学习和工作带来了乐趣 五 窗台 窗台位置是绿罗的专利 细心留意一下 我们可以发现 一般家庭的窗台上面 摆放的植物都是绿罗 因为它们的体积特别小 放在窗台就刚刚好 既不会将窗台压坏 又不会挡住主人看窗台以外的优美风景 养过绿罗的朋友都知道 在家里摆上一盆绿罗 就相当于开了一台强力的空气净化器 除了吸收甲醛 本等有害气体 鲜翠的绿罗 也是一道非常养眼的风景 能瞬间提升室内的生机指数 有关绿罗的风水讲究 大老就介绍到这里了 您摆对了吗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愿您实时心清静 日日是吉祥 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 请不吝点赞